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甲跟乙兩個等差級數 首項都是45 這兩個級數一樣 只是說項數不一樣 這都45 然後公差都是負4 這差負4 這d是等於負4 然後現在他說且甲比乙少一項 就乙比甲多一項 如果甲的極數核就把它加起來 與乙的極數核相差7 相差7的話是甲-乙 那個相差7 相差7是哪一個呢 是這個-這個 因為他比他多一項 摺甲有多少項 相差7 這個他有可能是負的 越來越少 他的意思就是說 甲減掉乙 就是說甲的極數 減掉乙的極數 等於7 你如果乙的話 減掉甲的話 那等於7的話 你算不出答案來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甲的極數和乙的極數和乙的極數相差7 他的意思是 甲的極數 減乙的極數等於7 好 那這樣意思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 這個極數和 減掉這個極數和等於-7 或是說這個 這個-這個 這個-這個 這個-這個的話 就負的這個東西 負的話 an加1 這個是等於7 那因為他等差 an加1的話 是多少 首相 首相是45 ae加上 n-d ae加上多少 因為有這麼多項 n加1 -1 d 那ae等多少 ae的話 是等於45 加上多少 加上n 乘以多少 乘以4 這個的話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負7 因為負的an加1等於7 所以我就曉得 an加1 是等於負7 我一開始算的時候 也是什麼呢 也是把這個-這個 等於7 那讓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-這個等於7 那代表什麼 代表呢 這個-這個是負7 好 不過的話 你如果這個-這個等於7的話 你算不出答案來 算不出答案來的話 你要曉得說 是這個-這個 這個等於7 好 那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負7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曉得 我把這個移過來 就4n 等於45 加上7 這是52 好 所以的話 他那個題目的語意啊 也是很重要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誤解了 那你可能就算不出答案來 不過算不出答案來還好 因為算不出答案來的話 你就知道說 你誤會他意思了 然後再把它修正一下 本來是這個-這個 本來是這個-這個 你把它換成 本來是這個-這個 你把它換成這個-這個 你把它換成這個-這個 就能夠算出答案來 那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n的話 等於多少呢 414 41312 所以n的話 等於13 那n等於13就是什麼呢 就是甲 他有13下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D 應該要選D 他說 甲極數的核與極數的核相差 甲極數的核與極數的核相差7 他的意思就是說 甲的極數減掉乙的極數等於7 而不是乙減甲等於7 所以這題答案是13 剛剛應該要選D 應該要選D 應該要選D